沃泰华是加拿大首都 是联邦政府的所在地 国会大厦成百上千的绿铜屋顶 皇家骑警 著名的郁金香花园 被国人视为自己国家的象征 室内是知识与信息的集中地 包括军事历史、科学技术、自然与航空等各种博物馆 城市到处点缀着公园和美术馆 给这座严肃之城增添了一丝柔和的色彩 在您浏览这个已商业起家的城市时 还可欣赏不同时机的风格建筑 感受它身为英法文化桥梁的首都魅力 加拿大国会大厦是加拿大国家的象征 分为中央大楼 东楼和西楼 做北朝南 北面福坎沃泰华河 始建于1859年至1865年 是十分典型的欧洲歌特式建筑 中央楼的镇中为和平塔和国会图书馆 上方高高飘扬加拿大国旗 这座楼也是加拿大国会上下两议院的会场 东楼是联邦议员的办公室 西楼则是总理的办公室 整个国会大厦的颜色基调为灰色 房顶为绿色 气氛庄重和谐 每年的加拿大国庆日 大厦南侧的广场都会举行国庆阅兵式 广场左右两块草坪之间的正中央 是1967年庆贺加拿大建国一百年时 所燃起的百年篝火 篝火的四周镶嵌着加拿大十省的省徽 并刻有各省加入联邦的时间 以象征加拿大生命之火的生生不息 地都运河建成于1832年 长12公里 连接沃泰华河与安大略湖 东达大西洋 西面则通往北美五大湖区 在当时来说 起着重要的运输作用 现今 运河已不能容纳大型船只通过 它贯穿整个市区 运河上有十座大桥横跨东西两岸 河西称上城 居民多为英译 河东称下城 居民多为法译 沿途起立的风光 成为最迷人的观光重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河南大国家美术博物馆 位于沃泰华市中心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美术博物馆 从公元1880年 在沃泰华市就有它的足迹 馆内收有加拿大及欧洲最宝贵的艺术品 可以让您在参观完之后 有着意犹未尽 流连忘返的深刻印象 沃泰华于今相结的由来 充满了爱与友谊 在二次世界大战时 怀有身孕的荷兰女皇 必居至沃泰华 根据当时荷兰的规定 皇室继承人 必须诞生在自己的领土上 因此当女皇临盆时 加拿大政府宣布医院的所在地 在当天归属于荷兰 解决了荷兰皇室的难题 荷兰女皇回国后 空运了十万颗的郁金香 给沃泰华作为谢礼 从此 郁金香不但是国际有益的象征 也让沃泰华年年花香满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